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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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跟连续杀人案 让我们感受到了你的宇宙不同 其实在90年代 电视台开放 所以新闻台 大家都是追求更吸睛的新闻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要追求自己的独家 收视率 所以 照成我觉得 电视台所有员工 压力都会蛮大的 对对对 就是民争暗斗 就是高压 非常有竞争的一个团队氛围 然后里面有分派系 和平跟雅慈姐 就各自是一个节目的主持人 所以你走进那个办公室 可以感觉到那个张力 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她个性 其实是很有正义感 果断 非常有原则 在90年代那样环境当下 能够当上当家主播 结果是女生 不能被欺负 不能被看扁 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但只要最后的结果 是她想要的结果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算是在电视台呼风唤雨的一个角色 雅慈姐在里面是 小璐想要成为的人 就是一个女性工作者 然后又这么有成就 她永远都是高高在上 像是一个TNB的王后 你什么时候会跌落你的王座 双鸭 陈志平她就是TNB新闻台 一个深夜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 同时也是主播 但她永远没办法当到当家主播 因为在她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雅慈 搞清楚 雅慈姐永远都是一个黑脸 我就是扮演白脸那个角色 不断的鼓励他们说 欸不会你这样很棒 和平就是那种 你进公司的时候 会对你非常好的那种前辈 然后你到后来有一天发现 她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在乎这些事情 那她的个性是 她非常的想要吸引大家的目光 她想要大家都看着她 永远都是看起来一个很面带微笑 看起来很温暖的一个人 她跟其他主播的播报样子 一定会有不一样 她会有自己个人的特色 她会从创作里面不断的获得乐趣 我觉得她非常的有自信 我自己其实真的很喜欢小璐 因为她是一个很纯粹 很正面 就很温暖 你真的会想要跟她待在一起这样 做事情就是决定了就决定了 她不太会被别人影响 因为她是社会线的记者 就是要揭露很多东西 所以他们真的要去蹲点泡茶 因为小璐就很有理想 有很多事情是记者的身份做不到的 你真的要培养出那种交情 所以压力也会比较大 华登的时候就已经合作过了嘛 也是一样就跟她见面 都没什么好脸色 就是让她吃牌头啊骂她 那是你的问题 太爱骂人了 可能小璐有一点M体质 就会发现有很多那种刀子嘴 豆腐心的前辈才是真的在对你好的 但我觉得她对于小璐 也许就像卡看到她自己当初的影子 是挺适合的 选择进入新闻界也许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更多的背后的真相 但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真相 可能已经不是真正的真相 是你想要把哪一些真相呈现给观众朋友看 新闻媒体它作为一个第四权 对于一般人而言 它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一个媒体 这次设定它是被凶手利用 当然也散播凶手的恶 这个恶它就会像疾病一样的卖你